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半 一会儿我和江南要去我们隔壁的村子 他们那边拆迁 有好多这种旧的砖头 然后我们准备去拉上两车回来 这边是昨天江南和二叔上午拉了整整两大车 大概拉回来有1300400块吧 然后昨天下午江南在这边已经铺完了好多了 大概我们家这块地方再需要个五六车 差不多就已经给他们都铺满了 现在已经拉回来有一半了 昨天我们这边大南风9集 然后我和江南在拍视频的过程中 相机就摔到这个砖头上了 相机也摔坏了 然后今天没办法 只能用手机来拍视频了 现在我和江南要去接着拉这个砖头 走吧出发 咱们去拉砖的地方离咱们这个村远吗 不远就咱们隔壁村 他们那边拆迁了呗 房子的上的砖头是吧 他们那是因为工业园 有污水污染 地也没有热 房子都扒了 然后地也没有用 暂时都空着 好吧 这边都是吗 这都是人家村子整体都拆走了 这边都是水泥墙 里边的也 那不行这边 看看哪个能拆的 这底下应该是土砖吗 水泥的 又找了一块地方 可这里边捡整的砖能用的 然后我们拉回家吧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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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原来的猪圈呀还是什么的 有半截的那种小土墙 然后我们准备就在这块抠了 一会儿抠一车就回家卸掉 一上午大概能抠上辆车 现在已经装满着一车了 大概五六百块 然后装了40分钟 现在准备回家卸车 现在几点了 8点40 卸完事9点半还能来一车 走吧回家 这都是别人家原来的当院 我们刚刚猜的是别人家的院墙 有土的地方 全部都拆下来了 满满灯灯的 到家了 准备开始卸呀 这往哪摆呀 往这边再蹦点 然后剩下往北扑 开始 二叔 你刚才不给小微大叔整车来着吗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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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往上聚来了 我找那桥梁啊 看你回来往我走 啊 再拉三车到五车 基本上这边都满了哈 我们这两天一共拉了有四车 三千块砖左右 然后基本上就够了 如果这两天还缺的话 就有时间就再去拉一点 我们当地的红砖价格是每块砖三毛钱 这些库房大概需要五千块砖 节约了一千五百块钱左右 我们捡这个废旧拆迁下来的砖头 第一点属于是节约成本 第二点属于是废物理由 第三点最主要就是可以锻炼身体了 疫情在家 闲着没事吧 这几天把这个地面铺完 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打地面了 如果疫情过后有人的话 我们可以去找人工过来打 如果疫情暂时不能解封 还是我们自己干 节约成本 好了 我是一双双 每天更新我的养牛生活 我要现在去办料了 四点了 拜拜